这台设备电人一摸到电手 用电笔测量外壳带了200伏的电 电笔显示207伏 很明显这是个漏电 还有就是不一样的位置 它测的电压不一样 你看 它还有变化 一会是0伏 一会是100多伏 间隔时间很短 所以工人干活的时候摸着设备 一会有电一会没电 哪里的原因呢 它这后边有个配电箱 看一下配电箱里有漏包 全是漏电保护器 这个大的就是漏电电流是100毫安的 那一个也是 那它为什么就不跳呢 设备外科带电漏电 在这个地方测量电压的会有变化 有什么变化 直接测试三项电对地 这个250多 这个有点高 这一个220多 这一个260多 不一样 就是电路有漏电 它电压都不一样 而且零线你看 电压一会有 一会没有 它不一样 零线应该是零伏 这个电压一会正常 一会不正常 看 现在又正常 侧中间这一向又不正常了 100多伏了 就这一向的漏电 零线零伏的时候 它电压正常 它电压一降下来 零线指定不是零伏 就是这么神奇 电路就是这么神奇 这就说明它这个漏电 一会有 一会没有 一会有 一会没有 这么测过来 测过去 还挺好玩 确定这一向的漏电 就这样的漏电 您才是什么线路在漏电 它的设备还在工作 每一套工序还在运行 去找设备的控制柜 先用电笔测一下控制柜门 看带不带电 不能用手摸 电笔显示这个电 一会有 一会没有 那这是什么电路在漏电呢 那就打开着控制柜的门 看一下 这是加热的 随时干净干净的 吸盒的 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测着 哪个吸盒了 哪个吸盒了 这个吸盒以后 马上就出现问题了 就这一路 确定这一路 第一个 在那220 吸盒以后 马上变成100多了 它这个接触器 是给加热片供电的 温度到了 它马上跳开 然后不断的加温 跳开 加温 跳开 一二三 这一块 前面这一个 和它 拿完表 这两个加热片 在有接头 现在电是断开的状态 拆掉这两个加热片 然后上指针表 一只表笔 对设备的外壳 另一只表笔 去测量加热片 从表上看 很明显是漏电的 这个加热片 加热线是漏电的 另一个加热片 没问题 就是这个加热片 有问题 只需要把它换掉 就可以了 有片能把这个换了吧 就这个不好 就那个不好 换了浆线就好 一来一条 对地漏电 这个电是放不掉的 它漏电应该翘 它漏电没那么灵敏 你看啊 它这个设备 虽然是放在地上的 这是水泥地面 这种接地 没有打入地下 那种接地好 所以影响了漏电 保护器的灵敏度 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加热片呢 漏电的地方 就是在 头这一块 这里 打铁了 火线直接打铁 漏电 它没换上了 新的加热片 再来主配电箱 测一下电压 看一下这三项电压 对地 在电路 没有漏电的情况下 电压都相差不大 230V左右 则是正常的 电路不漏电 测零线零伏 好了 现在正常了 另外它这些设备 需要做接地 就是把设备的外壳 接入接地线 打入大地 只有接地好了以后 漏电保护器 才会跳得更敏感 有漏电 第一时间跳闸 好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 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这种8500瓦的 急热热水器 怎么用才能省电 大家跟着我这个案例 来看一看 8500瓦 在这家庭中 属于大功率电器 一个小时8度多电 它这个出问题了 就是这个开一会儿啊 对 这边就可以跳 然后这边就跳了 对 然后呢 多长时间了 呃 我过来 过来一年多 都是这个样子 它这个是 42的路电保护器 按理说 应该是能带起来的 为什么开上 5分钟就跳呢 就光跳它是吗 对对对 然后这 它跳几次之后 外面那个 左扎一会跳 外面总的那一会跳 嗯 总的在哪呀 总的在 这个地方 总扎40的 现在进线是 进线还行 这个的进线 这个应该是 分扎32的 这种情况 是不是热水器 一开电流太大 把总扎给带跳了呢 不应该呀 这个电流可以的 那还得去 卫生间热水器 这里看一下 我想通上电 看一下热水器的情况 现在没送电 跳了吗 跳了 又跳了 啊 是 一开就跳了 对 这一块 这个闸也不行了 是不是 电闸也不行了 开不出了 控制不好了 电闸得换呀 墙里面的电线 也不是太粗 它长期发热的话 它也会受影响 嗯 再打开看一下线盒里的线 2.5平方的 这种大功率的电器 这个线得4平方啊 里面吃吃拉拉的 里面吃吃拉拉的 现在是有电 但是你 这个得换呀 垒电话得下 这个得给你换呀 这个 这个里面呲呲啦啦的 然后送上电以后它还没电 都有味了 里面都有味 里面都有味了 用电笔测 他们家的线路是正常的 换一个漏宝 出去买了一个新的 给它换上 还有这种电源线 压线的时候要注意 尽量不要压到外皮 电线压到外皮会造成 与同丝之间续节发热 续节发热也会造成 漏宝或空开跳闸 或者是损坏 下面就看一下 这种2.5平方的线 如果带8000瓦 怎么去用 现在是换线是不可能的了 我用一个前表 给它掐一下电流 看得更直观 就是看一下2.5平方的线 怎么能带动 这个8500瓦的热水器 怎么用电流能小 它洗澡的喷头 热水器开机 然后 然后打开这个水阀 喷头就出水 然后热水器烧水 首先它这个水阀 你开的小 热水器它不烧水 它不用电 您看这个水流很小 看一下前表的电流 也就是说现在热水器没有烧水 把水阀再开大一些 水流一大就开始启动了 开始烧水 明显这个水压壁刚才大 您看就这么个水压吸到可以吧 也可以 看这种状态下电流 这个电流还在变化 电流在17-18A左右 再把这个水阀开大 听下嘎哒一声 里面加热又上了一个档 看电流 25A了 也就是说 您把这个水开得越大 用电越多 电流越大 这个水流压力明显比刚才大 再开大一些 看电流 达到30多A 它这个再开大都没有意思了 再开大 我估计水流也就那么大了 看 开到最顶也就是30A左右 就这个电流 2.5平方的线 有一点磁力 就是它会发热的 所以它这个线受不了 我得把水流给它调小 这个水流够用就行 尽量把电流保持在20A之内 这样看这个水流洗澡没问题 20A的电流4000多瓦 这样洗一个小时4度电 一般也洗不了一个小时 一般夏天洗澡也就几分钟 所以它这个水阀这个位置 我给它刻个记号 就是每一次打到这个位置 洗澡就可以了 别打太高 所以如果您墙里的电线不够粗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把水流调小 它用电就少 而且一定要装漏电保护器哦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